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吓取材 组织犯罪 经营赌博性的电丸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过去长久以来在台湾民主政治深化的过程当中 为人所诟病的黑金政治 政党主席们或候选人们的 我觉得人民要注意选民真的要好好张大眼睛来看 我们可以听到的包括黄国昌以及徐永明都表示说 整个的候选人的一个涉及犯罪的一个情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 他有呼吁中选会应该在整个选举公报上面 必须把这些人的一个名单 甚至于他们涉及是哪一些最新的一个状况 甚至被法院判刑的一个情形 都应该标注在上面 让人民有充分的一个选择 这是现场最新情形